产男女神陈妍希现身香港动漫节为自己代言手机游戏造势 可惜她没有一广告中的cosplay形象是人 不过还好有小短裙和美腿搭救 轻易吸引约200名图人围观 不知道是否看到现场群情汹涌 陈妍希一出场就差点很衰 幸亏最后有惊无险 女神出马魅力无发荡 还全程秀月娱贴近粉丝 但不知道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一时挺得太陶醉 期间竟然有小朋友走丢了 要现场广播寻人 陈妍希表示自己从没玩过cosplay 但觉得如果造型可爱自己无所谓 问到之前有没有在男友面前玩过 陈妍希当然说没有 活动前一天晚上 陈妍希出席了真子丹的50岁寿宴 她表示看到前辈两夫妇恩爱无比 让自己羡慕嫉妒恨 很想快点找到真命天子 但就永远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的地步 给谁都几个人 什么时候到自己 这个阵子就是真的是 你远分了 对啊 急不来的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 香港报道 看搜狐视频 胜过做大宝剑 我是大鹏 有点儿 你看这边